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段为主要的旋律 第二段第三段分为在第一个主要旋律的基础上 进行不同的变奏加花扩展 那首先我们就来学习一下33版的第一段 我们看一下谱子 我们首先看一下谱子的第17小节 在第17小节 第一拍的前面 会有一个小的装饰音 这个装饰音的上面 有一个类似于雪花一样的标记 这个我们叫它为花指 花指的技巧在针的演奏过程中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技巧 那花指我们应该怎样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花指就是快速的 我们进行连续的弹奏称弦 一般我们是用拖来进行弹奏 那么在弹奏的时候 不需要具体固定到哪几根琴弦 还是 这都不需要 相对来说 花指的演奏具有很强的随意性 它因为在作品中 跟随音的音区不同 音的使用位置不同 而会产生千变万化的变化 所以在花指的演奏中 我们更多的需要掌握的是 花的技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花指在弹奏的时候 是用快速的拖 同时用胳膊的力量往前进行推 那么在演奏花指的时候 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关节 就是我们演奏花指的 大指的第一个关节 千万不能是这样 往下压着弹 相对来说呢 它要立起来 还是要跟我们在弹拖的时候的平面是一样的 之后 我们的这个手要撑住 靠胳膊 往前推的力量去带动 那么要弹完的时候怎么办呢 弹完的时候 胳膊要稍微往上扬起 那么在演奏花指的时候 还有一点需要格外的注意 就是我们的音量 往往有的征友就会说 为什么自己的花指 演奏得特别的难听 但是看老师弹起来 却是非常的游刃有余 弹得优美动听 这个我想主要原因 就是出在音量上 我们很多人在弹花指的时候 从入手第一下到最后一下 他都使用的是同样的力度 而且还力度都使用的特别大 大家听一下 这样的花指是不是就丧失了弹奏的美感 所以在弹花指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第一 力量不需要特别的大 第二个 是在入进入花指 和花指收尾的时候 根据其前后音 可以适当地考虑 在进入或者是在收尾 有一个小的渐弱 或者是弱起渐强劲 或者是在收的地方 我们强起渐弱收 这样就能体现出 如果我们在弹花指的时候 音色的不同变化 音量的不同变化 那么能让我们的花指弹起来更美 那我们再看一下谱子的第十七小件 那这里面 这个花指处于装饰音的位置 也就是说 这个花指是不占实质的 那正常的弹完花指以后 要借一个勾的技法 那么在这里面需要特别注意 勾与花指的衔接 也就是大家会看到 我在弹花指的同时 我就已经把勾打开了 然后要弹勾的时候 花指自然的手往手心里面收 而且花指在弹奏的时候 我没有从最高音开始 而是就从中音区选择了几个音 一般来说 如果花指接勾的话 那么花指的演奏的这个范围 就在跟勾一个八度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过远 除非这个曲子速度比较慢 这个花指的所占的实质比较长 那我们是可以考虑 使用比较长的流畅的方式 去演奏这个花指的 但是处于装饰音作用的这个花指 那我们尽量的还是要强调 后面骨盖音的作用 这个花指的演奏 不要过于强调它的长段 那我们从第十三小节开始 往后带一下这个花指 大家感受一下 后面还有一个花指 后面还有一个花指 那好 大家通过我刚才的弹奏 会发现 这两个在装饰音地方的花指 我们都没有进行特别的强调弹 而是作为一种音乐的色彩 带过去 显得我们整体的音乐漂亮柔美 这是在这个三十三版第一段里面 我要提示大家的第一个技法 第二个技法 就是我们柔弦 大家看谱子会发现 在这个作品里面 大量的使用了柔弦柔的这样的一个技法 所以我们在柔弦的时候 就要注意 其柔弦的频率 柔弦的幅度 在这样密集的使用下 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 比如 好 大家会发现 我在弹这个地方的时候 左手基本上就没有弦着 一直在揉 但是呢 我们的柔弦 也要保持着一个适度的原则 大家看一下谱子上的记载 并不是每一下都需要我们柔的 那我们也不要因为说 这个柔弦 起到了一个润色的作用 使我们的这个音弹起来 更加好听 那我每一下都去给它柔吧 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反而会适得其反 起到相反的作用 那音乐就会显得过于的紧张 所以柔弦虽好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掌握到它的度 一个是使用的频率的度 另外一个是在柔弦的时候 我们对于音准 对于柔弦的频率的一个掌握 那这个是我要提示大家的第二点 第三点 还是一个相对于老生常谈的问题 依旧是B的带动 那么在这个33版的乐曲里面 我们会发现 除了勾托摩托以外 我们还涉及到了大搓与托 大搓与抹托 大搓与勾托摩托的一种衔接 那么这里面 我们如果想让它声音弹得柔美 依旧少不了我们大B的一个带动 那么在练习这首作品的时候 建议大家把我们的B放开 B放松 我们把这个B抬起来 每弹一下 都用它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 33版这个作品 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 因为我常常用它 作为开手曲来进行练习 也就是说 在我每天练琴之前 我首先会弹几遍33版 达到开手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首作品的弹奏 我建议大家不仅局限于这一刻 而最好呢 是能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逐渐地将其练习 练得游刃勇余 那下面呢 我对33版的第一段 给大家完整的弹一遍 我建议大家不仅局限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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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仅局限制作用 我建议大家不仅局限制作用 我建议大家不仅局限制作用 这个技术点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最难的依旧是音色的控制 而且在弹这一段的时候 建议大家的速度不要过快 因为通过第二段 第三段 我们还要对其进行变奏 进行加速 所以第一段的演奏 相对柔美 把音色控制漂亮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黄宝琪 很高兴与您 相约在心爱琴丛林学古针课程 与您共同学习 古针的弹奏技巧 与名曲佳作 更多的精彩课程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 期待 期待着与您 共同领略古针的艺术魅力